大家好,我是姊夫 今天姊夫食堂 廚房工具箱 要跟大家示范 幾種不同的鯊魚方式 待會姊夫會把桌上蒸鮮魚做一些處理 姊夫會分享幾種不同的鯊魚的方式 不同的鯊魚的方法 就可以用在不同的菜色上面 可以增加一點創意 也會讓餐桌多一點變化喔 姊夫今天準備了幾種魚 有海鱸魚 有鯨魚 有台灣鯛 還有水針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在開始之前 姊夫大概聊一下鯊魚的刀子 鯊魚的刀子我們用自己順手就可以了 像這一種 就是一般常見的西山刀 它前面的這一段是尖尖的 姊夫覺得它比較靈活 像這種有點像日式的魚刀 刀子的造型大概跟我們剛才的西山刀 差不多前面尖尖的 只是它這裡稍微比較寬 另外一點根據姊夫的經驗 鯊魚的刀子不需要磨得特別的利 當然也不是說不利的刀子 不利的刀子其實也不好操作 它的鋒利的程度 我們只要能夠把魚皮給化開 那就可以了 另外一點姊夫建議 我們在鯊魚的時候 盡量可以保持砧板的乾燥 它比較不會滑 雖然我們洗乾淨了 因為大部分的魚都有一些黏膜 另外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在擦魚的時候 除了砧板要保持乾燥 魚也要擦乾 它比較不會滑 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也比較安全也比較順手 好 那我們現在從鯊魚先開始 這邊有一些廚房紙巾 那姊夫的習慣 會把廚房紙巾 變在下面 稍微擦一下 好讓它保持乾燥 肚子的部分也是 稍微擦一下 這條鱸魚已經做了一些基本的處理 去了鱗 去了塞 去了內臟 那我們在處理魚的時候 有一點也是要特別注意 像裡面這裡 盡量把它弄乾淨 這樣子的話就比較不會有腥味 這條鱸魚姊夫先示範 西山常見 取肺力的處理方法 像這邊兩隻旗先把它 先畫一刀 接下來翻過來 輕輕的像這樣子 輕輕的把它給 讓它朝上面 我們看得比較清楚 把魚皮畫開 魚皮畫開就好囉 好 姐夫這條刀 算蠻鋒利的 我們翻過來 這裡 好 往這邊 好 往這邊 好 往這邊 好 只要把它 一皮畫開就好了 這裡也是一樣 接下來我們可以從這邊開始 或者是從另外一邊 都可以 其實都可以 我們從這裡 刀尖 從這邊進去 用刀尖去感覺到 中骨這個部分 好 輕輕的壓著 魚就會往上 然後我們就可以 順著骨頭 畫一刀 好 原則上 現在其實 它應該就是在 中骨的部分 好 那我們用 拇指稍微把它 翻開來 看一下 到哪裡 好 接下來 再畫一刀 好 我們現在很明顯的 我們看到 這邊的脊椎骨 好 接下來我們刀子 往下走 到這裡的時候 已經到對面了 從這裡 這邊 這邊 好 這個部分 好 這個位置 我們從這邊 好 刀開 好 這一段 這一段 它連接肋骨 我們稍微把肋骨 好 到這裡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到這邊 解褲習慣的方式 是 是 我先不取下來 先把另外一片 好 像這樣子 我們一樣輕輕的 輕輕的壓就可以了 然後從這裡 中間 進去 這裡 摩子 把它給壓起來 稍微翻開 我們看得到 脊椎骨的部分 這裡 拇指 把它給壓起來 然後從這裡 從這裡 這個位置 從這邊進來 大概就這樣 好 接下來 我們要把它拿下來 拿下來的時候 我們這裡 這樣子 輕輕的握著 然後往上提 然後刀子啊 往下走 好 我們這一片就拿下來了 好 接下來我們翻過來 好 拿另外一片 這時候這個可以拿掉了 因為 砧板夠乾 到這裡的時候 我要從這邊進來 抬頭 然後刀子從這裡進去 好 用推的 推的時候 手向上提 好 另外一片 拿下來了 這就是我們西餐 所謂的 飛地 魚排 的處理方式 接下來 姐夫來分享另外一種 鯊魚的方法 這邊有一條 鱸魚 這條鱸魚只有把淋清掉 腮跟肚子都還沒開 表示它的內臟都還在 表示它的內臟都還在 現在姐夫要從中間打開 讓它張開來 跟剛才一樣 好 稍微的壓一下 然後 把魚皮掛開 然後這裡直接進來 以這個刀子來講的話 我現在已經到了 雞腿骨的部分 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用拇指 把它分開來看 大概就是 這個位置 我們刀子 一樣要往下走 不要切斷喔 我只是刀子往下走 好 接下來我要翻過來 然後從這裡把魚皮刮開 然後從這裡把魚皮刮開 先用刀尖去找到它的 龍骨的部分 找到了 在這裡 到這裡 拿到這裡的時候 剛才 一樣我們這邊要 往下走 我們過了雞腿骨了 我刀子啊 要稍微 往下 刀子的走向是往下走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 往裡面越來越 越下面了 目前來講先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再把它翻過來 我現在要順著肋骨 我現在要順著肋骨走 頭的這段部分 它其實 會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好走 中間有一隻 橫的骨頭 那我們知道 過了那個骨頭之後啊 就很好走 好 到這裡 我們這時候需要一把剪刀 在這裡 我們把它剪斷 好一敲它就斷了 這裡也是 好我們這邊也要把它剪斷 好接下來我們這裡 直接把它 拉開來 好用拉到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 是內臟 我們待會就是用水把它洗一洗 沖一沖 好的 骨頭在這 我們先用開背的方式 把骨頭拿出來 好就像一個容器 我們可以放一些配菜 在上面 那我們這個也完成囉 姐夫教你 把魚 處理好 那接下來 就要看你們自己囉 接下來姐夫 分享另外一種 取內臟的方式 還有一隻 就是 我們需要一把剪刀 把塞在這個地方剪斷 塞這邊 連接的地方 好兩邊都要 好剪一下 讓它分開來 好另外一邊也是 原來呀 塞是連接內臟 所以我們這樣子的話 待會我們內臟 就可以直接把它抽出來 我們要準備一隻夾子 這夾子啊 要夠長 質地啊 要夠硬 從這裡進去 從這裡直通內臟 到這裡 好我們到底了 然後旋轉 我們就可以把內臟拉出來 有沒有 好我們就可以把內臟拉出來 當然它不會很乾淨 待會還是要把它給 做一個 基本的清洗 把一些血水啊 什麼的這種東西 把它清掉 大概沖一下 我還是要把魚擦乾 這是姐夫的堅持 好了內臟拿掉了 鍋子裡面 我們就可以填一些餡料 不管是蔬菜 或者是海鮮之類的 好 那 這條鱸魚 姐夫示範 做類似泰式檸檬魚的方法 肚子打開 然後把它給攤開來 那接下來 我們要從這裡 下巴的部分 這邊有骨頭 它其實不是很好 OK 沒問題 化開就好 化到肚子這裡 然後這裡我們要把它切斷 剛才姐夫從背開 現在姐夫要從肚子 這裡進去 那我們這邊 到中骨 往下走 好 這邊我們把它化開 然後我們這裡 要從 脊椎骨 連接肋骨 我們這邊把它切斷 切斷就好囉 好你現在不要弄太深 好然後我們直接就可以 順著骨頭到底 好 把它翻過來 把這邊一樣 先把它化開 先找到中骨 就是 脊椎骨的部分 找到了 把這邊 刀子往下走 切到對面 不用穿透 化開就好 那我們現在用另外一邊的肋骨 一樣把它切斷 OK 我們現在還是一樣 需要一把剪刀 尾巴這裡 剪斷 這邊 好我們從這裡 好骨頭 好 我們骨頭就把它拉下來 骨頭這裡 好這樣就好了 好我們這樣看一下 好我們這邊這樣子也完成了 好這種處理方式 你有想到可以做什麼菜嗎 也讓大家 參考參考 現在來處理青魚 我們現在一樣從脊椎骨的部分 先把它給化開 好直接拉出來 好這個部分 好 好我們處理另外一隻 另外一隻 我們用開背的 先化開就好了 氣域比較軟 所以說要小心一點 那相對的啦 刀子比較好軟 好從這邊進去 好翻過來 好稍微壓一下 讓它及嘴骨 好聽到聲音了 這邊我們要用到剪刀 直接把它拉出來 然後這裡我們需要把它給切開 好那這樣子就張開了 翻過來 好這是青魚 不一樣的處理方法 這個是從背開的 所以說它的肉在這邊 肚子在這裡 然後這是從肚子開的 它的肉在中間 這兩種我們都可以拿來做 一葉乾 青魚 嘴膚也示範完畢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台灣雕 台灣雕 台灣雕處理的方式 基本上就跟西餐常見的魚排 我們的處理方式是一樣的 好 想到 那嘴膚分享另外一種方式 這種是把頭去掉 接下來 好一樣我們先把皮刮開 好從這裡 直達脊椎骨 一樣從這裡 肚子的部分 好 穿鍋 OK 好 取掉一片 取下來一片了 好 滑開 到底 到底 然後到脊椎 然後往下走 好從這裡 好 倒子擦一擦 好 這邊有一個很骨 很骨要把它切斷 好那這一面的話 原來就是往下走 另外一片也拿下來 好看一下看一下 補個偷光 好另外一隻 那這個的話就是內臟塞 我們都拿掉了 其實鯊魚有很多種方式 姐夫盡量把姐夫 會的都做一次 讓大家看一下 好你們再一次選擇 適合你們的方式 那先生姐夫用的方式 其實就是我剛學讀的時候 師父教我 其實到後面的時候 我還是發展出自己的 習慣的方法 我們盡量的就是用刀尖去感覺到 我們現在走到哪裡 用刀尖去感覺 脊椎骨 然後翻過來 刮開 刮開 到這邊的時候 那邊有一個 有個橫骨啦 那個橫骨 基本上會讓你 刀子不是那麼好進去 好 往上停 好一片拿下來了 另外一片我拿下來了 再拿另外一片 因為它的肋骨是往下面長 所以說這個骨要往下拉 往下拉的用意就是 順著骨頭爪 好 這裡拿下來 好 那我們現在稍微整理一下 像這邊 這個我們就把它 切掉 不要了 好 看起來很漂亮 來現在我們來處理水蒸 水蒸的頭 直接 化開 把它切掉 把它剪掉 把它剪掉算了 水蒸 往這邊 化開 我們這邊直接 就從 肉骨先切斷 切蛋之後 順著骨頭 好 順著骨頭走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好 順著骨頭走 好 好 用到的就可以了 好 哇 為什麼它的骨頭是綠色 看起來不錯 這是熱骨 這是熱骨 很多細刺喔 要刺熱的時候 可能要小心 好 另外一邊 好 我們處理另外一隻 拿掉 奇葩剪掉 好 這裡 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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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右邊 這裡 切斷 好 好 換另一邊 好 拿掉 好了 今天魚 都處理完囉 姐夫分享了幾種鯊魚的方法 希望姐夫的分享 這裡面有幫助 剩下的魚骨頭 那姐夫下次 再分享 怎麼熬西式的魚高湯 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